亲爱的观众朋友,您好,今天给您介绍一个素字,塑胶的素。 素这个字的国语就是素,是生素,是物素,是生素。 素是指泥土捏成某种形状,如素尼人,这是我国很有名的民间艺术,就拿江苏无习惠山寺前面的整条街来说,都是素尼人的店,并且有无习迷人天下文的说法。 因为他们的手艺非常的精巧,所塑成的历史人物无不栩栩如生,以往凡是到无习旅行的人,一定会选购一些迷人带回去馈赠亲友。 根据实际的记载,地义为偶人,以向天神,这应该算是有素像的开始。 自从佛教传入我国以后,佛像多用金属铸造,后来才给用土和木做材料,所以又称为素像或素佛。 素胶则是近代的新名词,是指各种高分子有机化合物制造而成的固体原料。 由于可塑性很大,用途很广,所以今天的素胶制品琳琅满目,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。 最后要说明的是,素字,有的人不注意,都把它念成了塑的音,这是不正确的。 一般来说,行生字在合体字当中占了重要的部分,于是有些人弄不清楚,就根据行生的原则,任意地读合体字的半边的字音。 希望经过今天的介绍之后,素字的读音就再也不会继续地错下去了。 如塑胶就不要念成塑胶。